- 如果你是袁世凱,回到1913年的当口 你想统治一个倾向地方自治的中国 亦或是有个强大中央政府的中国 每个人或许有不同的选择 但袁世凱选择了中央集权 而这其实也是同盟会元老的选择 只是他们不要袁世凱统治 而是想要自己在总统大尉上 这便是上一集所讲的 国民党二次革命的历史背景 1913年7月12日 原江西都督李烈君自上海回到江西 并宣布江西独立 于湖口成立桃圆总司令部 国民党二次革命爆发 7月15日同盟会元老黄兴回到南京 响应江西宣布江苏独立 进阶着安徽、上海、湖南、福建、四川、广东 也相继宣布独立 虽然这几个南方省份在中国经济方面扮演重要角色 但就军事的角度而言 当时的中国有三大军事重征 一是北京 二是湖北的武汉 三是江苏的南京 这三处都附有快速的交通渠道 也就是金汉铁路、长江与金浦铁路 这三个渠道形成三角状 掌握了便能快速将军队运往各处 1913年5月,湖北的黎元侯已公开支持袁世凯 让一万名北洋军进驻武汉 换句话说 这时的北洋军掌握了中国三大军事要地中的两个 因此 当南方八省宣布独立以后 北洋军便顺着铁路与长江将军队运往江南地区 二次革命的首战便是江西战场 国民党方面计划夺九江 若该计划成行 一方面能防止北洋顺着长江南下到八省的核心地带 二方面可以以九江为反攻武汉的跳板 7月12日 国民党军率先从九江旁的德安与孤塘发行机攻 大破援军第六师 迫使北洋只能在九江城西等待救援 然而 桃园军没能一鼓作气将北洋驱逐出九江 等到7月17日 北洋第二师自武汉而来 加攻国民党的左右军 24日在海军四艘战舰的掩护下 北洋军进攻湖口 江西桃园军孤立武援往南昌退守 8月18日 大批北洋部队进入江西攻陷南昌 桃园总司令李列军离开江西 另一方面 冯国璋率北洋第二军呈金浦铁路南下 另一支北洋部队由张勋率领至东路进攻 黄兴令部分革命军二手徐州控制铁路 不让封国璋部队这么顺利下来 并在扬州一带部署兵力 防止张勋由东边进返 7月16日 桃园军趁北洋尚未集结完毕 进攻驻守山东南边韩庄的北洋军 虽然初战告捷 但在隔天张勋便率领北洋援军前来 此时 江苏的国民党援军也抵达 两军在韩庄形成对峙 然而国民党的主力骑兵部队 却在这时投了北洋 国民党的防茜因而崩溃 张勋于7月底接连攻下徐州、扬州 并几乎包围正将逼临南京 同时 黄兴听完江西湖口失守 北洋很快就会顺着长江而来 将对革命军形成包围太时 黄兴毅然决定放弃南京前往上海 这时 封国上的第二军主力部队 已搭乘铁路南下 进攻暗徽的重要据点 暗徽都督伯恩卫的师长导戈投园 伯恩卫逃跑 北洋控制了合肥 短短一个月 北洋拼着铁路与活力优势 碾压南方的国民党军 原先支持国民党桃园的福建与湖南 在看见江西与江苏的失败后 很快就取消了独立 挥顺北洋 至于广东和四川方面的革命军 被广西的陆绒亭与云南的蔡二 很快就扑灭了 这里有必要特别提一下蔡二 此蔡二即是后来袁世凯称帝时 引领护国战争的蔡二 这使得他是不支持国民党的桃园行动 蔡二支持中央集权 反对地方分离主义 事实上 南方的国民党军队数量远在北洋之上 当时的北洋仅有8万长北军 但北洋军队训练有数 并且得到英国的支持 愿意将英国控制的岩税收入 给予北洋政府 反光南方革命军 没有统一的指挥 军事训练也不足 军人薪资方面更是大不如北洋 更要命的是 二次革命的国民党 除了反援以外 没有其他思想号召 北洋军系就不用说了 希望朝向一个中央强大的中国 所以吸引了黎元宏 蔡二等人的拥护 然而 在宋教人去世以后 国民党内拥护内阁制 地方自治的派系寡解 同盟会元老 如孙文和黄兴 实际上并不支持分离主义 也希望有个中央强大的中国 虽然南方军内部还是有很多人倾向地方自治 但整个革命军其实并未有统一的目标 在地方上 支持地方自治的地方士绅 不情愿支持倾向中央集权的同盟会元老 于是 在1913年9月 北洋军秋风扫落叶一般解决了国民党军 黄兴与孙中山再次出逃日本 国民党二次革命失败 解决了最大政敌后 如果你是袁世凯 你接下来会做什么 袁世凯的目标很简单 一个能号令全国的中央政府 因此 他的第一步就是让不同的意见彻底消失 新闻审查与警察制度在这段时间加长了力道 例如 1912年民国造检时 全中国报刊达500多家 但到了1913年末 仅剩130多家 许多新闻报纸被强迫关门 还有许多新闻主示者 记者遭迫害 实陈回仇报灾 第二步 要彻底掌握政治权力 包含政府与国会 在二次革命后 袁世凯没有立即解散国民党 而是让他们继续待在议会 目的很简单 在临时约法体之下 总统与副总统需经过国会选举 袁世凯不能让自己的权力基础看似一言堂 所以 国民党的存在仍有价值 1913年10月6日 参中议院举行大总统选举 很显然的 很多国民党议员不会投给袁世凯 但没关系 北洋政府派了武装的公民团体包围议会 宣称 今日非将公民所属望的总统选出 不许选举人出会场一步 这个所属望的总统便是袁世凯 投票经过三轮 将近10小时的时间 最终 袁世凯当选总统 隔天 仅花一轮的时间 便选出黎元宏为副总统 至此 袁世凯名正言顺的登上 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的宝座 对一个中央集权政府而言 不再需要不同的生意了 1913年11月 袁世凯解散国民党 罪名是大家早已知的 是 与南方叛党串谋 由于第一大党国民党遭解散 国会人数不足 1914年1月 袁世凯顺便解散了国会 临时约法所象征的三权分立 至此崩溃 1914年5月 袁世凯颁布中华民国约法 是民国第一部具有宪法性质的文件 从临时约法的内阁制 转化为中央集权的总统制 信誓上 权力任一分为三 行政由总统任命的参政院负责 立法由立法院负责 司法归司法院 然而 立法院不具备监察权 无法监察行政机关 而参政院的任命不受任何机构制衡 可以单方面任命官员 不对议会负责 此外 中华民国约法并未规定总统任期 且下任总统是由现任总统推荐 所以只要袁世凯想 他可以不设定接班人 终身把持总统大位 至此 袁世凯正式走出共和 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终身制的共和总统 1914年7月 欧洲战争爆发 开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序幕 8月23日 日本帝国以英日同盟为由 对德意志帝国宣战 进攻德国在亚洲的军事港口 青岛 此前 日本曾答应英美会在解除德军武装后 将青岛交还给中国 但是日本在11月全面占领青岛以后 却拒绝撤兵 此时的英国困于欧洲战场 无力介入远东食物 1915年1月 北洋政府召会日本 要求撤离军队 但日本却直接向袁世凯 呈21条要求 其中包含5项关键的不平等条约 第一 日本接收德国在山东的一切礼仪 第二 日本在东北有开矿、定居、通商的权益 并延整铁路全99年 第三 日本独占中国的三大媒铁事业 第四 中国不得将沿海港口与岛屿割让他国 第五 中国政府必须聘用日本人担任军事和财政股文 只准向日本采购武器 由日本建造铁路等等 日本还要求袁世凯政府完全保密 并尽快同意条约 当时的日本帝国 虽然在军事和国力方面优于中华民国 但是并没有真的能钳制中国政府的力量 袁世凯内阁采取拖延战术应付 同时曝光消息给媒体和列强 最终 日本政府不得不修改条款 并下达最后通牒 要求北洋政府在5月9日前作出答复 或者出兵中国 5月9日 袁世凯政府同意部分条约 签署了中日民事条约 也就是中日民国四年条约 主要达成五项协议 第一 日本得到德国在山东的权利 并且山东内地与沿海岛屿不得租让其他国家 第二 日本得到南满洲铁路和租借的权利 第三 在东内蒙古 日本得以与中国商人合办工业 第四 原汉阳铁厂湖北的汉野瓶公司 与日本资本家合办 且不允许任何形式的外资与收归国有 第五 不允许外国人在福建沿海造船 军用除煤或建立海军基地 也不许借外资置办 这几项条款的签订 使得日本在南满洲 东蒙古 与华中华南有了相当程度的势力扩张 袁世凯在签署前发表公开谈话 说道 我国虽弱苟倾集我主权 束缚我内政 如第五号属列者 我必誓死力举 外交部恪守我的指示 兼具到底 尽了最大之力 经此大难之后 大家务必任此次接受日本要求为 其此大辱 本卧薪尝胆之精神 做奋发有为之事业 举翻军事、政治、外交、财政、力求刷新 预定计划、定年限、下决心 群策、群力、其他目的 最后说希望埋头十年 与日本抬头相见 接着袁世凯公开定5月9日为中国国耻日 是为五九国耻的由来 于1915年5月25日 在北京与日本签署条约 拼心而论 袁世凯对于日本21条要求的回应 算是可圈可点 尤其在欧洲列强困于战场而无外援时 北洋政府透过社会舆论 消极的外交回应 拉拢英美介入等等 将伤害减轻了不少 但我们也能注意到 袁世凯的特点 就是依靠复杂的国内外政治来维持自身 这个特点从辛亥革命时已然可见 当时的袁世凯 就是终横于欧洲列强 满清保守主义 地县派与革命党之间 最后取得大位的 二次革命也是 欧洲列强支持袁世凯政府 所以即使南方有日本的支持 袁世凯仍然胜出 然而 当满清不在 欧洲列强又忙于自身事务 袁世凯集团必须单独面对强大的对手时 就显得有点心有余而力不足 该特点也可以视为袁世凯政权的缺点 而此缺点 在接下来的红线帝制 与护国战争中 会被彻底放大 此时的袁世凯在国内移登权力之点 外无在野党制衡 内无职承建言 当时 袁世凯有一位美籍宪法顾问 Frank Goodnow Goodnow实际上是 Colombia大学出身的法律学者 专攻公共行政与行政法 但关于Goodnow 在美国更有名的是 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种族主义 帝国主义者 Goodnow是美国扩张论的信徒 并在Colombia开设一系列 殖民地行政系统的课程 Goodnow在1913年来到中国后 首先因袁世凯政府要求 提交一份讨论各国政治制度 以及关于共和体制与中国国情的备忘录 这份备忘录很有名 因为他被北洋政府法制局翻译为 共和与君主论 并在接下来被拿来当作 支持袁世凯称帝的理论依据 但事实上 Goodnow本人在备忘录中明确表达了 对于中国回到地制的疑虑 他说道 那些以中国未来福祉为念的人 面对当今的处境 会继续主张共和 还是回到地制呢 这个问题实在很难回答 但Goodnow继续说道 但是中国采循君主制 比共和制还要适当 这点是没有疑问的 因为就现行的制度而言 主要是总统继承问题 没办法得到解决 线下的规定并不圆满 一旦当前总统解除职务 则各国经历的困难 将会再现于中国 看起来Goodnow的确 某种程度上支持中国回到地制 但是他设有三个弹数 第一 不可引起国民及列强在反对 第二 一定要确立君主继承的法度 第三 必须建立公民社会 使人民知道有宪政、法律、国家 鼓励人民参与政治、监督政府 然而 支持地制者却将Goodnow的意见 简化为中国国情与人民不适合民主 君主制、优于共和等等 特别是一个名为筹安会的政治组织 更是简单化 甚至扭曲Goodnow的备忘录 以支持他们的立场 有趣的是 筹安会的六位领袖 杨渡、刘诗培、孙玉云、李谢和、胡英 皆在期末时有旅居日本的背景 还有一位鼎鼎大名的新知识分子 严富 毕业于英国皇家海军学院 这些新知识分子 大部分都与同盟会有些渊源 却在1915年的夏天公开支持 袁世凯称帝 或许与他们在民国建立以后 所见的各种选举乱想、会选、军阀斗争有关 使他们不相信这时的中国 足以实行民主制度 无论如何 这时的袁世凯已不受任何势力的制衡 可以说有点膨胀 再加上各种支持地制的公民团体的鼓吹 已经作为终身大总统的袁世凯 开始真认为自己能废共和 回到地址 同时 袁的长子袁克定 也透过政府垄断的新闻报纸 如顺天时报 回到国内外借期待袁世凯称帝的消息 1915年10月6日 参政院收到各省建议改共和为君主制的情愿署 参政院依此选出1993名国民代表 并于12月11日进行国体变更的投票 结果是国民代表大会全票通过国体并衡案 之后各省代表很和谐的请求袁世凯 担任中华帝国皇帝 12月12日 袁世凯接受了帝制申令 并说 创建一个新帝国的基础 是挺繁重 绝不可仓促举行 导致舒服 应该下定给各部院就自己所管的事物 来详加筹备 在筹备完毕 在执行登基典礼 12月21日 袁世凯大峰伯爵给各省督徒 并在31日时宣布 更年改为红县五年 红阳宪法之一 并更改国名为中华帝国 将中南海改名为新华公 然而 原本在北京被迫签署同意帝制书的己方诸侯 这时逃回了南方 由于国民党在1913年已瓦解 这时的反元势力 以梁启超领导的进步党为主力 梁启超的学生蔡厄 在秘密回到其势力范围云南后 于12月25日 与唐继瑶 国民党籍的原江西都督李列军 共同成立护国军 并宣布云南独立 护国军立刻对四川、贵州、广西 发起进攻 同时 逃往日本的孙文等同盟会大佬 于1914年组成新的政党 也就是中华革命党 仍以青天白日期为党期 游走于南方的黑社会之间 伺机而动 在护国战争爆发后 中华革命党的居政 在日本人的支持下 在青岛组织反抗军 任革命党东北军司令 这时初出茅庐的蒋介石 在居政的营上担任参谋长 另一方面 原北洋元老将领 已对重返帝制疑似 与袁世凯产生矛盾 原本支持袁世凯的陆荣亭 在广西宣布独立 接着于1916年3月 封国章、段祺瑞等北洋将领 也通电反对地址 一如二次革命史般 袁世凯再次面临各省的反对 虽然被自己的北洋部下反对 对袁世凯而言 是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但这时袁世凯的实力 比起二次革命史更加强大 车上拥有装备 轻视武器的十万北洋大军 就算封国章、段祺瑞等人 不再听令于他 他手下依旧有一群能作战的军官 如曹昆、张静瑶等人 那么 究竟为何1916年的袁世凯 反而最后不敌南方了呢? 关键就在于列强和钱 当时严正的税收把持在各国银行团手上 二次革命史 列强认为国民党造反 会造就一个分裂的中国 不符合列强利益 于是严的收入仍支援北洋政府 然而 在护国战争时 列强专注于欧洲战场 而日本在吃了21条约的大亏以后 只想把袁世凯拉下来 所以大量的日本金援 给了护国军与中华革命党 同时 英国也对于袁世凯称帝所引发的动乱有了疑虑 维持一个稳定的中国是大英帝国对华的长期政策 但袁世凯称帝显然不符合这项政策 因此 英国停止将盐的收入交给北洋 这让北洋军陷入很大的麻烦 北洋军的最大优势就是给新制度稳定 且高于市场价 这是北洋军士气的基础 但是 断盐政收入使得北洋发不出前蓝 使得北洋军军心出现动摇 袁世凯才意识到连英国都不愿意支持他了 因而在3月22日 袁世凯一部解除国体变更以安 红线帝制就在短短100多天后黯然退场 1916年6月6日 袁世凯宙世 享年57岁死因是尿毒症 关于袁世凯死亡的原因有各种解读 这里不妄加论述 然而 自袁世凯称帝到去世 简直像一场闹局一般 从上一集看来 袁世凯是位非常精明俐落的政治家 他非常擅长游走于各种不同势力之间 并且 袁世凯很早的认识到现代化军队的东西 所以很早便开始着手培养北洋军官 段祺瑞、冯国璋等人 皆是出自北洋武备学堂 之后留学德国军官学校的精英 既能打仗 又熟悉现代化事业 换句话说 袁世凯知人也懂得用人 并且还有列强的鼎力之词 但为什么这样的一个人 却在1915年、1916年短短的两年时间内 变成如笑话般的存在呢? 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 如果你有听完整齐的节目 大概就会知道 列强的态度是关键 当北洋拥有充足资金和欧洲帝国支持时 袁世凯能够将北洋军的效益最大化 然而 当失去外国的支持时 北洋就像被斩断手脚一般 第二 或许是更关键的因素 一身战战兢兢 且综合于各方势力的袁世凯 在1913年二次革命结束后 第一次感受到权力之巅的感觉 不受任何党派制衡 1913年开始的新闻审查 用人为亲 给袁世凯制造了一个大泡泡 这个泡泡大到让袁世凯真以为自己登机是众望所归 但是 1916年初爆发了护国战争 猛烈的戳破了这个泡泡 原本沉浸于幻想的袁世凯一下被拉回了现实 身体与心理困窘交加 带走了这位硕国仅存的中国政治强人 在袁世凯去世以后 人们发现他在书案上亲笔写下一句话 为日本去一大敌 看中国再造共和 袁世凯之事象征的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中华民国正式进入军阀割据时期 更多历史内容 请持续关注历史为时 中华民国主席 声援转 局目 大家